您好 歡迎收看 即時新聞現場 我是馮維之 新聞開始 持續要帶你來觀青道 昨天台灣發生了 規模7.2的大地震 這導致了山區 因為土石鬆動 落石砸落路面的災情頻傳 有民眾是在地震當下 原本是要開車回花蓮 沒有想到余震不斷 車子才剛開出了隧道口 就看到前面的車輛 紛紛停了下來 3秒一顆超巨大落石 快速砸下 索性當時車輛 都已經停止前進 才沒有傳出傷亡 而駕駛也急忙掉頭 直呼不敢再往前開 這次強震 也造成花蓮災情 相當的嚴重 這導致了天王星大樓 倾斜最後一名代員的 住戶康姓女子 她是花蓮高農的老師 為了要救寵物 重返大樓受困身亡 而在經過13個小時的搜救 直到昨天晚間9點多 她的遺體被抬出 而天王星大樓 則是因為出現了刑事傷亡案件 所以必須要由檢方勘驗之後 才可以進行拆除作業 持續帶您來關心 位於花蓮市區 離正央超近的天王星大樓 可以看到現在 這個整個建築結構體 還是呈現60度的傾斜 向這個大馬路中央 做一個傾倒的姿勢 現在底下 已經堆起非常多的土石 研判大約高度有兩層樓高 周邊也圍起鐵皮 陸陸續續還有車輛運送沙土過來 而花蓮地檢署檢察官 早上8點10分左右 也抵達現場要進去刊驗 來聽一段稍早訪問 我們現在剛到場還沒有進行調查 等到我們有調查結果 就跟大家講好不好 發言人同意發言 可以嗎 謝謝 目前我們偵查重點 對還沒有 我們現在只是剛到場而已 想要調查哪些部分 現在還剛到場 還沒有開始 那不是說可能會往偷工檢查 我們這邊都沒有預設立場 我們現在剛到場而已 還沒有進行調查 所以真的無可奉告好不好 歡迎地前處檢察官表示 現在一切還沒有進去勘驗 所以這個追查狀況還沒有很明朗 那等勘驗完畢的話 預計會請這個發言人 再來講述初步的結果 只是大樓地下室 曾是營業用的酒吧 那業者裝潢時 有沒有修改建築體結構 恐怕都是檢警之後調查的重點 那以上是最新掌握的消息 時間鏡頭交還棚內主播 接鑽長正重襲東台灣 其實在花蓮的重得 瞬間天崩地裂 大規模走山 整片山壁崩落 山腳薩瞬間都被土石給吞噬 是宛如災難片的現場 而在大清水隧道前面 道路更是整條直接消失 還有天葬巨石砸中了車輛 駕駛當場殘死 目前已知有9人死亡 超過千人受傷 還有多人受困失聯 火鍋 ME,我快 him خ Är 花蓮崩德山壁崩落驚送瞬間曝光 只見煙塵吐屍狂轟落 滾滾轟煙 伴隨巨想 翻腾而下 山腳一秒被吞噬 你看啊 我不要入人 天崩地裂 民眾惊聲尖叫 煙沉滿天 吐石一搏接一搏 滾滾狂奔 後面的山好搞瘋 拔推猛竄 居民放肚末日逃難 3號早上規模7.2強震 花蓮壽屋當其衝 大規模走山 哇 山崩啊 哇 他整個山整個崩下來耶 吐石把馬路整個吃掉 可不止一處 站在海邊更清楚 經見整條山脈沿路崩塌 而從海上看更驚悚 整片山地直接坦塌入海 煙沉一路從山上延伸到山腳 再崩入海裡 瞬間海面煙霧籠罩 宛如災難現場 空拍畫面也很驚人 吐石一秒覆蓋道路 甚至有巨石砸落鐵櫃 貨車公路全中斷 大清水隧道前 道路直接消失 移除隧道 路呢 地基掏空 車子差點就要開進海裡 多輛大貨車經過 直接被落石砸中 車頭被壓爛 一名駕駛當場被巨石壓死 遊客行徑也慘遭躲命 當場就看到落石砸死了 那台轎車 車上的乘客就死亡 三台車被砸爛了 周遭隧道 車輛接連被砸受困 台九線中斷 災情不斷 道路被落石掩埋 全線封閉 只出不盡 只花蓮 宜蘭也有驚人畫面 龜山島的龜獸狂冒煙 山壁崩塌滾滾沙塵陽起 巨大石塊落下狂噴水花 嚇壞船上的民眾 只乎龜獸斷了 頭少了一大截 東北管理處回應 龜獸是部分崩落 只是強震狂襲花東 東台灣一系間 面目全非 記者劉潔嬌 林醫生 姚立強 黃玉蘭 花蓮 宜蘭報導 清明連假第一天 國道連環狀 地點就在國道南下龍井路段 分別發生了五車 以及三車的追撞事故 造成三人受傷 清明連假第一天 國道南下車輛庸塞 國道三號南向187.1 跟187.2公里處 內側車道車輛疑似 未保持安全距離 而發生追撞事故 一共八車連環狀 造成三人受傷 後方的車輛一度毀堵了三公里 而另外在彰化的蒲岩 及王田交流道附近 同樣車多擁擠 時速大約只有二三十公里 出油返向車潮 民眾出門前都得多加注意 鏡頭來到高雄的人舞區 高雄人舞區永新四街 昨天晚間11點多 發生住宅火警 現場的火勢猛烈 更傳出有7名的民眾受困 現場最新狀況交給記者 封雲杰 好的主播 這起昨天晚間 11點多的火警意外 發生在高雄人舞區永新四街 目擊民眾拍下現場的熊熊火勢 帶您來看一段現場畫面 現場火勢可以說是相當猛烈 聚鴻的火光不斷從民宅中間竄出 冒除黑煙 還波及到一旁的住宅 其中更傳出有7位民眾受困 警銷貨爆後出動大批人車 不水線涉水灌救 拿出破壞器具入內搶救 大樓的鐵窗被燒得漆黑一片 警銷很快撲滅火勢 而順利被救出的7名受困民眾 其中一名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而至於起火的原因 疑似是停放在一樓車庫的汽機車 起火燃燒 受困民眾的部分有6名 6名意識是清楚 那1名意識模糊 由我們的九華車送院抢救 畫面中可以看到汽車燒得只剩下骨架 而更詳細的起火原因 還有待火吊人員進一步調查釐清 以上最新入郭 地震全台有感 而位在台北中華路二段的南基場 整宅是出現了樓梯斷裂 還有磚塊嚴重掉落的狀況 被判定有立即的危險 已經要出現49戶72人 最主要就是先做臨時的支撐 因為這一排2號到20號 山林跡象2號到20號這一排 有目前看到其實是 有兩根柱子有比較嚴重的迫害這樣子 結構技師會先用X型鋼支撐結構 確保建物暫時安全無餘後 會讓住戶反家 台北市長蔣萬安在先後晚間表示 會發放災害救助支安全救助金 每人2萬元 每戶最多10萬元 而至於都更部分 下週二會排定都更說明 再次跟住戶詳細說明 目前可以走的方式 包括了整宅鑽案 以及防災型都更 希望可以透過鑽案方式 讓整合的速度更加快 歡迎回來清明連假 今天開始放4天 一早桃園機場就出現爆滿人潮 清明連假的第一天 一大早6點半左右 一二航下就擠滿了出國的人潮 入出境的旅客入境為11.5萬人 而由於花蓮剛發生規模7.2地震 部分民眾擔心航班受到影響 多半都會比平常2小時 提前1小時再抵達機場 桃園機場公司就表示 是針對強烈地震受損的天花板 牆面還有灑水頭掉落等狀況 會優先搶修 避免影響旅客的動線 好 無理 地震當時 花蓮一名導遊帶著旅客 到沙卡丹步道來觀光 有想到遊客一進去 瞬間天搖地動 落石堵住了出口 傳出有10人受困 而另外在德卡倫步道 早上則是有三名登山客 產生強症導致的落石雜重 當場死亡 哇 很大很大 客人在裡面 你的客人在哪裡 在裡面啊 完蛋了 低沉後名聲響徹雲霄山體 劇烈震動 濃密乘物跟碎石飛箭四面八方 導遊崩潰大喊 他帶著團才剛進去 轉頭宛如末日降臨 跟沙卡丹橋 裡面隧道的隧道洞口的 全部封掉了 封起來了 我的客人還在裡面 兩個客人在裡面 兩個 兩個外國人 隧道口大小落石不斷 整片天空籠罩灰塵中 導遊慌張到語氣戰斗 就在一早他帶兩名德國遊客 至華蓮沙卡丹步道觀光 將車停好後 放兩人自由前往 就突然一陣天窑地洞 大量土石崩落 將隧道出口都堵住 不要再過去了大哥 不要再過去了 大家瞧 大家怕斷了 據證明核心導遊 估計至少有10人 因地震受困於沙卡丹步道內 消防署傍晚6點表示 已全數脫困 另一頭華蓮秀林鄉 德卡丹步道只有三名登山客 慘遭落石 雜重死亡 來來來 同伏下 對對對 阻伏上來 出動審索救援 將死者台上擔架送下山 據了解一早有7名旅客 至德卡丹步道登山 其中何姓蘇姓 陳姓女子 當場被落石擊中 失去生命跡象 還有一名男子 輕生送醫 剩餘四人下車至遊客中心 對 那應該是腦出血 開心登山之旅 去換來自然災害 無情襲擊 換來有去無回 令人不勝唧 記者劉己嬌 鍾成梁菲亞 喬花蓮報導 面對天災生死關頭 大人的本能就是保護小孩 台中有一名一艘永霸 被地震嚇醒 他一把抓起睡在一旁的兒女 一家人桑勇蹲低避難 而在新北則受產後 護理之家以及婦產科 護理人員反應都超迅速 長正當下穩住了嬰兒車 肉身保護嬰兒 畫面曝光 7點58分 全台天遙地動 台中太平一名異霄擁霸 睡到一半驚醒 也不顧自己還光著屁股 聖上限速激發 馬上左手勾過寶貝兒子 翻到大床上 再右手一把抱起女兒 三人緊揍壓低身子 蹲下掩護 媽媽也來了 一度站不穩 四口抱成一團 家裡愛犬則一臉淡定模樣 走進來湊熱鬧 生死關頭 大人本能保護小孩 新北市中和一間產後護理之家 照護人員在地震當下 把所有嬰兒車聚集在一起 其中一名護理師穩住重心 一人hold住兩臺嬰兒車 肉身保護小baby 而盧州一間婦產科診所 護理人員也是反應迅速 重到嬰兒車前 一人認領一名娃兒 抱起來避難 花蓮地震首當其衝 在吉安有一棟民宅 強震當下 一對五六歲小兄弟 從廚房衝出 跑到媽媽懷裡 三人緊靠牆邊 看著家裡門窗 被搖到關了又開 開了又關 超恐怖 大樓十四樓 地震搖晃 物品全掉落 一對夫妻瞬間 一人抱一個孩子 躲牆角 面對可怕天災 父母的愛更加堅定 令違不亂 搶救工作刻不容緩 這一回花蓮強震造成 台八線中橫公路 大量落實中斷 泰魯閣經營酒店 有四輛載著50名員工的小巴士 員工受困其中 今天上午最新消息 透過這空拍機確認人員 猛搖洪旗確認安全無語 但至今泰魯閣山區上有93人受困 52人失聯 搜救隊出動200人持續搶救 花蓮泰魯閣拍樓旁 驚悚山崩 廣告土石 捲起嚇人的塵灰 當地居民嚇到邊跑邊哭 你看啊 我不要入人 台八線純危重災區 泰魯閣經營酒店 四輛載著50名員工的小巴士 在花蓮到酒店的途中 傳出十連 空拍畫面直擊 剛公明隧道 最後兩台十連小巴 跟受惠人員 躲在隧道內搖晃紅旗 向外呼救 有看到人就比較輕鬆一點 安全上還是沒有 沒有什麼多大的疑慮 至於泰魯閣國家公園 園區內全面封閉 餘震不斷 落石平平 更有老翁直接跌落山谷 目前在稍早的時候 有一位的傷患78歲的老先生 他因為一次餘震的關係 不小心跌落山谷上的時候 5點多是被救了出來 泰管處下方大坍塌 造成道路中斷 周邊步道直接掏空 完全不能通行 持續搶救 上游93人受困 52人失聯 不過也有遊客幸運逃出 花蓮特搜隊目前出動200人 救之搜救犬 將以特種車輛往前推進 持續進行搶救 地址王世宏 郭宇軒 余生行 SNG小組 花蓮採訪報道 今天早上空情總隊立即投入這花蓮的救賊 吊掛任務 新興水泥河然礦區一名理性死者遺體被巡獲 另外6名傷患也被搜救對脫困救援 這些被救起的礦工回憶起事發當下是余計猶存 但是至今和平礦區還有64名人員受困 花蓮縣府準備了物資421公斤要做補給 全力救災 搜救直升機在岩石裸露 崩落全土的蘇花沿線山頭進行吊掛救援 將新興水泥河然礦區一名頭部遭落實 重砸身亡的理性礦工 後送遺體到花蓮殯儀館 空情總隊一早派遣黑鷹直升機 將受傷和平礦區工人一一吊掛 9點13分降落地面 其中受困獲救的礦工 回憶當時情況余計猶存 汽口太多了 這樣就站一樣 從上面這樣 不要跑哪裡啊 哇 我們都快了 礦工驚呼 幸好現場有沙包讓他們趕緊躲避 六名礦工脫困 其中一名礦工一搏一搏走上單架 腳步輕微受傷 交由醫護人員送醫檢查 7.2強震釀花蓮多處災情 目前和平礦工 還有64人受困 花蓮縣府上午 也準備物資睡袋等共421公斤 陸續空投到礦區 搜救人員與時間賽跑 救援受困在礦場的人員 記者劉起焦李廷熙 花蓮採訪報導 這一次的花蓮強震全台有感 而這一回地震實在威力十足 截至今天早上的余震 就已經突破了345起 包括在地震當下 有著阿公阿嬤在公園戀太極拳 直接嚇到蝶座在地上禱告 專家示警這幾天內 恐怕還會發生規模7的余震 而要是周遭的斷層若被牽動 也不排除發生規模來到8的強震 走著走著 像用整片圍牆隱身倒下 前方女子嚇到跳起來 基隆震度四級也難逃 強陣威力 來到公園阿公阿嬤在練習太極拳 地震來了 大家一臉驚恐四處逃窜 台北五弱震度也超有感 旁邊高樓還在蓋 上方掉臂被甩得搖搖欲墜 所有人跑光光 只是阿嬤嚇到坐在地上 雙手合十 前程祈禱 還有台北市南機場 60年老公寓 鋼筋斷裂 磚快吊滿地 現場滿目窗移 新北市土城移動大樓 地下室柱子看起來都快被搖斷 鋼筋外露岌岌可危 40多戶居民也都被緊急疏散 因為它能量很大 破的時候 它沒有破得很乾淨 所以它會蹲蹲去一直滑動 一直破 手機警報大響 電梯瘋狂搖晃 門都關不起來 地震當下 全台發出4000多則國家級警報 如今余震不斷 截至4號早上 已經達到345起 氣象署市警 未來三四天內 都不排除規模6.5 甚至規模7的雨震 規模到7.2地震 它會觸動到旁邊的一個地震 最擔心的 海邊那邊另外有一個叫 我們叫做琉球銀墨帶 規模都可以到8以上 規模7.2強震 震撼全台威力強大 也勾起不少人當年的921噩夢 記者李琴 陳宣 台北報導 這一次強震也導致為在台北市 中華路二段的南機場整宅出現了 樓梯斷裂 磚塊嚴重掉落 被判定有立即危險 近期疏散了49戶72人 最主要就是先做臨時的支撐 因為這一排2號到20號 三菱跡象2號到20號這一排 目前看到其實是有兩根柱子 有比較嚴重的迫害這樣子 結構技師表示 會先用這H型缸來支撐結構 確保建物暫時安全無約後 讓住戶返家 對此昨晚台北市長蔣萬安表示 會發放災害救助支安簽救助金 每人2萬元 每戶最多10萬元 至於都庚的部分 下週二會排定都庚說明會 再一次跟住戶詳細說明 目前可以走的方式 包括整宅專案以及防災型都庚 希望透過專案方式 讓整合速度來進行得更快 在強震過後 今天迎來清明廉價的第一天 華東地區受到強震影響 目前交通都還在極力的搶修當中 目前台鐵經過搶修之後 已經在今天上午是恢復了這雙線通車 並且總共加開了10個班次 那麼規則若是凝視自行開車的民眾 高工具也提醒這雍色路段以及時段 另外在機場方面 松山機場同樣湧現滿滿人潮 利用航空加開了一架班機 就是希望旅客能夠順利返鄉 旅客推著行李不斷確認車次資訊 清明廉價第一天陣逢清明節 台北車站一早就湧現返鄉人潮 受到3號7.2強震影響 台鐵漏夜搶修 順利恢復了北回東部幹線通車 另外增開宜蘭往花蓮區間快車十列次 讓民眾可以順利返鄉 昨天就是沒有車可以回去 所以就是延到今天才回去 就是臨時再看有沒有人退票 而在國道許多路段一早就出現車潮 上午7點半國山土城到樹林 以及大溪到龍潭還出現磁暴 時速最低只有8公里 高工局預估清明結交通量 可以達到123百萬車公里 國道擁設路段預估是包含了 國營南向楊梅到頭份 和彰化系統王埔岩系統 國山南向快關網物峰系統 以及國石南向 定金系統到燕潮系統 不過如果是要往返花東地區的民眾 台九線速花路廊下 清水橋段落中段 蘇澳道重得全線封閉 預計今年底才能夠全數復健完成 這個禮拜六的晚上6點以前 就變成一個臨時的便道可以通行 4月4號的大車可以走中橫的部分 為了輸運旅客 民航局也協助調度 內容航空夾開上午6點50 從台北往花蓮的班機 耐心等待 總會補到位 回家的路好難走 唯一的交通路已經斷了 你要我們怎麼回去 清明人家無奈碰上7.2強震 打亂民眾返鄉計劃 出發之前都務必再三確認 最新的交通狀況 記者王志文 曹文寧 台北報導 昨天這一場強震也讓著新竹 龍潭和竹南等科學園區 都達到最大震度物擊 牽動全球投資人的敏感神經 就怕這先進奈米製成 也跟著受到影響 對此晶圓代工龍頭台積電 在昨天晚間發表說明 部分廠區在第一時間進行疏散 十個小時內 晶圓廠設備的復原率 已經超過了70% 不過台積電的股價 還是在收盤時 單張下跌了萬元 大批作業人員穿著藍色無誠衣 排排站在馬路邊 還有不少工程師待在人心道 無誠衣都來不及脫 這罕見的一幕發生在 三號上午台積電主科場 25年來最強地震 瑞士規模7.2 新竹 龍潭和竹南等科學園區 最大震度5級 台中和台南科學園區的最大震度 則為4級 更傳出台積電為在龍潭的先進封裝廠 是租的比較不耐震 就怕精細的奈米製成受到影響 國內目前所有的晶圓帶工廠 實際上避震的規格 都可以高達瑞士7級左右 我們認為是影響相對的有限 三號晚間11點多 台積電發布說明 表示在地震發生後 十個小時內 晶圓廠設備的復原率 已經超過70% 新建的晶圓廠復原率 更超過80% 有部分廠區少數設備受損 但主要機台沒影響 另外也啟動預防措施 第一時間進行疏散 受損的廠商 應該會是在台積電的 FAB15A以及FAB15B 製程則是28奈米以及7奈米 中間的應用產品以及晶片 多集中在所謂的車用電子 以及中低階智慧手機 有法人預估這次地震 一張台積電6小時工作時數 衝擊第二季猜測6000萬美元 3號台積電股票也收在780元 單張下跌1萬元 股民心情也跟著大地震 第二 陳詩白王一廷特別報導 這一場規模7.2的強震 把蘇花清水段震出了驚天大巨坑 讓花蓮瞬間淪為孤島 交通部預計最快得等到年底才能通車 民嘴則痛罵 蘇花路段縫縫補補始終不見蘇花糕 花蓮人又不是沒繳稅 怎麼會淪為二等公民 連條安全回家的路現在都沒有 地牛大翻山規模7.2強震 竟把蘇花公路清水段直接震斷 受惠民眾捕捉到驚險瞬間 剛出隧道就看到前方道路 直接甭裸消失 而從對面看更驚悚 清水段直接變成今天大巨坑 完全無法通行 蘇花公路一段讓花蓮再度成為孤島 想要強通恐怕有的等 下清水橋它預估的攻擊到年底 為何蘇花一段花蓮就成為孤島 主要是因為蘇花公路和蘇花改 有許多貢線段重疊道路多 不但砸了不少公堂 安全品質還不如國道 蘇花改它怎麼改呢 就是把蘇花公路最危險的地方 把它變成隧道 都花很多錢 你要挖隧道那都是高成本的 幾十公里的這個蘇花改 其實花了好幾百億 你是解決了部分的問題 它有解決它結構上基本上的問題嗎 其實是沒有 陳惠文也痛嗎 蘇花貢線段其實就是不不坑坑 難道花蓮只能成了二等公民 沒有繳稅嗎 跟批賴清德不再當台南市長 就不再抗議地方財化法了嗎 蘇花公路以及蘇花改 這兩條路基本上是很多是重疊的 只能夠縫縫補補 花蓮人又不是沒有交稅 完全是財化法的在作稅 要求修改財化法 讓地方政府的資源能夠多一點 花蓮 台東 屏東是沒有高鐵 沒有高速公路的狀況 其實你高速公路跟高鐵 就要一起考量 一次把它挖好 一次到位 把環島高速公路跟環島高速鐵路的路往把它建起來 一場世紀大地震震出中央對花蓮交通建設的疏忽 不知何時才能給花蓮人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記者 葉偉林徐光豪 台北報導 清明廉價展開除了返鄉扫墓拜拜 還有一個習俗就是吃潤餅 今天廉價第一天這潤餅店簡直是忙翻了 這是彰化北斗一間專門賣潤餅皮的名店 已經傳承到了第五代 今天把全店46個烤爐全都拿出來 動員二十幾個人火力全開 大陣仗應付著滿滿人潮 但是仍然應接不暇 這排隊人樓綿延大約200公尺 如果說您想買到的話 要等至少三個小時 清明節吃潤餅超狂排隊人潮 出現在彰化北斗 傳承五代的潤餅平民店 只見排隊人潮穿越整座市場 綿延約200公尺 想吃到要等 沒有 6點多 6點多 等到現在 排多久了 三個小時吧 為了吃到潤餅民眾也是拚了 一排就是兩三個小時 為了應付排隊人潮 店家火力全開 今天全部都開46 今天年假第一天會集中在7天 一眼望去 46個爐全都在製作 頗為壯觀 而店家為了維持價格不漲價 今年決定不請員工 全家族總動員 快20個家族成員全都來幫忙 最小的 國小三年級 年紀最大的就媽媽67歲 不想買潤餅皮自己包 沒問題 同樣是潤餅民店 台中這家潤餅大排長榮 排隊等起碼一個小時 店員盲翻 檯面上一整排論餅 簡直像生產線不斷出貨 但手腳再俐落 人潮還是一直來 雖然累到手痠 但荷包也賺滿滿 記者陳盛委 王菊傑 陳車報 彰化 台中報導 清明廉價今天開始放四天 滿滿的人潮還出現在 一大早的桃園機場 這是清明廉價第一天 一大早6點半左右 一二航下擠滿了出國的民眾 入出境旅客估計為11.5萬元 但由於花蓮剛發生規模7.2強震 部分民眾擔心航班受到影響 多半都比平常提早兩小時到機場 再多提早一小時抵達 桃園機場公司表示 針對強烈地震受損的天花板 牆面以及灑水頭掉落等等狀況 優先搶修 避免影響旅客動線 清明廉價第一天 國道就上演了連環追撞 這地點在國道南下龍井路段 分別發生了五車以及三車的追撞事故 一故造成三人受傷 清明廉價第一天 國道南下車輛庸塞 國道3號南向187.1 187.2公里處 內側車道車輛疑似未保持安全距離 而發生追撞事故 一故釀成八車連環狀 造成三人受傷 後方車輛一路回堵了三公里 另外在彰化浦岩及王田交流道附近 同樣車多擁擠 時速大約只有20到30公里 特別提醒出油返鄉的民眾 出門之前得多多留意路況 來看到在雲林谷坑這一帶山路多 平常有不少飆車族在這裡競速 但有駕駛夜間經過時 突然看到了這一塊回收紙板 就這麼直挺挺的卡在路燈跟三角錐中間 這繞到後面一看 發現居然藏有玄機 這後頭居然是一台測速照相機 駕駛器到把畫面PO上網 立刻引發網友一片怒火 駕駛夜間開車 前方一片紙板 後面進藏玄機 繞到後面一看 一張簡易折疊桌上 竟然擺著測速照相機 用回收紙板擋著 難道是想把測速器藏起來 你要的話就是正大光明 雖然沒有公開透明 但是我覺得守法就好了 民眾看法兩極 但離譜的畫面被PO上網 網友也同步炸鍋 紛紛轟 現在國庫是缺錢嗎 賊脫賊腦的搶錢 是我會把紙箱放到另一側 警方於該機台後面放置紙板 是為了避免山區夜間霧氣吹火 而滲入該測速照相機的電板造成損壞 警方急於出來解釋 不是要藏測速器 而是因為一台救藥價800萬 如果因為濕氣造成損壞 可就傷透腦筋 雲林谷坑這段山路 時常有車輛在這裡飆速近駛 附近民眾早已不勝其勞 山區亂象 警方想出力整治 但若方法有疑慮 恐怕用路人不服氣 記者 廖文明錄軍演 陳真茂 雲林報導 廉價開端不平靜 高雄人武區這一棟透天措 在深夜陷入火海 這火石還一度燃燒到了隔壁 附近住戶全跑出來圍觀 卻發現透天措裡的三代銅塘 一共七個人都沒逃出來 警銷抵達後陸續就出 但是不信屋主的二兒子 在急救後仍然宣告死亡 警方逃出的鄰居 被突然的爆炸聲響 嚇得往後退 深夜透天措火緊 整棟都被大火吞噬 鄰居更擔心 裡面的住戶都沒逃出來 旁邊的人還有嗎 旁邊有沒有人啊 人都沒有出來呢 對 人都沒有出來 高雄人武區這處透天措 在3號晚上11點多 突然從車庫起火 或是猛烈海一度波及隔壁住宅 有一點目前我們到現場 初步的話是一樓一樓車車 機車的部分 汽車及機車燃燒 消防隊陸續救出住宅裡的民眾 火勢在將近50分鐘後撲滅 僅消了解房子裡面住有 疑性76歲屋主跟太太 長男一家四口跟48歲的二兒子 三代同堂住在同一棟房子裡 但二兒子急救後宣告死亡 四男經醫院急救無效宣告死亡 與六人為吸入性嗆傷 一家七口受困透天措 車庫裡的轎車跟機車全部燒毀 警方初步研派是轎車先騎火 排除人為縱火 騎火原因還有待調查 記者喉悚的 葉振宇 林志慧 高雄報導 這一回花蓮發生規模7.2的強震 不少北部地區民眾都想問 這雙北地區大震盪 明明達到國家警報標準 為什麼警報卻沒響 氣象署解釋是電腦預估錯誤 不過有人就倆包 這雙北跟桃園震度都高達5級 警報卻沒響 反倒是沒什麼災情的台南台中 震度4級警報卻狂響 還有民眾明明人在台北 沒有收到我國警報警示 反而收到了來自大陸福建的地震警報 7.2強震 雙北大震盪 雙北由屋頂倒塌壓到人 地基掏空 甚至連捷運都震到錯位 民眾衝納悶 震到這樣 我國的國家警報沒響 反倒是這種警報先來響 SLS緊急聯絡 結果告訴你 諷刺的地方是 我沒有收到 我們中華民國氣象局的警告 我收到了福建的警告 在我的手機裡 根據規定 地震規模達到5以上 而且震度4級以上就該發送警報 當天雙北跟桃園的震度 已經突破5級 在基隆也有4級 但雙北基隆 桃園等4大直轄市 全市通通沒警報 氣象署說是電腦預測低估 但有人抓包 幾乎沒啥災情的台南台中 同樣震度4級卻都有警報 北北基桃晃到戰不穩 北北桃的震度還達到5級 為何反而沒警報 黃定宇他有收到警報 紅石油也收到警報 這國家級的警報 居然也是配合政治運作 我們的模式在解算這個規模的時候 是低估了這個規模 東部的地區並不是那麼容易 將地震站布得相當的均勻 預估這個規模的話 是有可能會把位置估錯了 在城市方面 我們可能要有一些彈性的空間 氣象署再次強調是電腦預估錯誤 將來會檢討但諷刺的是 消防署編列4年3億5千萬的預算 搞國家警報 平均一年要將近1億元來執行 結果關鍵時刻變哑巴 但在大選前的敏感時刻 連大陸發射衛星到外太空 國家警報都狂想兩三次 難道國家警報不但配合選舉 還選擇縣市藍綠 我們的國家警報 居然發警報了說是飛彈 可見得這是完全的 一個政府的機器戒選 國家的機器被執政到 這樣子濫用 地震警報提前發送17秒 恐怕就是逃生救命關鍵 如今全推給了電腦失靈 民眾超納悶 你連遙遠的外太空衛星 都能如此敏感 偵測瘋狂想 為何在地表搖到昏頭的地震 反而會錯估失靈 記者張若慈 王志恒台北採訪報導 花蓮強震造成當地污損嚴重 甚至道路坍塌 行政院長陳建仁強調 中央已經撥款3億元 要協助重建 但這次花蓮縣內 有18棟大樓傾倒 專家就發現 從921大地震以來 每每發生大地震 被震垮的大樓都有共通點 就是一樓的支撐用牆面相當少 導致牆震一來 馬上軟腳 民眾跟媒體同樣召集 花蓮大地震第二天 行政院長陳建仁前進 花蓮災害應變中心 除了救災進度 在地鄉親更關心 未來的日子該怎麼過下去 主席總署已經撥了3億 將花蓮縣劃定為 震災災區的範圍 可以領取各項救助金 陳建仁強調 一切救助從優從素 還有立委建議 應該比較過去921大地震模式 給予罹難者家屬傷者 慰問金 房屋倒塌者給予補助金 公司航號及個人 給予稅額減免 而地方再看話 要照顧受到重創的產業 災情最嚴重的花蓮 全線有18棟建築物傾倒 尤其天王星大樓 嚴重60度傾斜 仔細比較過去地震樓倒的情況 2018花蓮的雲翠大樓 同一年的統帥大飯店 還有2016台南的微貫大樓 以及1999年921大地震的 台北東興大樓 全部都有共通點 都是一樓外觀跳高 牆面過少 造成地震強度一高 直接軟腳 過去921的恐怖經歷 如今彷彿再度重現 專家也提醒 台灣常見的奇樓式建築 並不是通通都危險 但如果發現設計結構不方正 恐怕得請結構機師 重新專業評估 以免讓自己勝出風險 謝謝黃英俊 李建宇 安三郎主 花蓮台北報導 前總統馬英九的訪路行李 到了陝西 參加黃帝林的公祭儀式 他以中國國民黨 前主席的身份 和大陸國台辦主任宋濤 一起上台獻花鞠躬 在受訪時他強調 無論哪一個黨派 都是炎黃子孫 還一度哽咽 公祭缺原皇帝典禮 被視為馬英九 此行訪路的重點之一 馬英九八年任內 成六度搖祭黃帝林 而這一次他親自走訪 並且帶領台灣青年 來到這個地方 每年清明節 陝西省黃陵縣的橋山 都會舉行黃帝林公祭 強調溯源尋根 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 主播單位 以中國國民黨前主席 介紹他出場 避開了敏感的公職頭銜 和大陸國台辦主任宋濤 排在一起走向台前三鞠躬 隨後陝西省省長 在大陸央視的轉播畫面中 馬英九神情嚴肅 參與儀式的除了國台辦主任 還有陝西省委書記趙毅德 以及大陸中央副國級幹部 層級拉高 場面盛大 最後還演武龍武師 施放巨龍 飛龍昂首升天 馬英九表示過去 無論哪一個黨派都奉皇帝 為炎黃子孫共同始祖 講到台灣光復脫離日本殖民統治時 林憲堂到大陸祭祖 還不禁哽咽 馬英九下午會去西安 參觀太陽能企業 晚上會見陝西省委書記 將在陝西停留四天 記者綜合報導 大家好 第一天的假期 一大清早許多的朋友出遊去 但是如果你到東部的話 要特別的注意 我還是強烈建議大家 不要到東部旅遊 因為最重要東部的 幾條路線來說的風險度 非常的高 蘇花已經斷了 可是中橫 南橫 包含南部回公路 這些公路上面來說 都是在沿著山壁而建造的 所以在當有地震發生的時候 這些山區部分 都非常有容易有落實的出現 請一請大家 沒事最好不要行駛山區的路段 包含了北橫 以及包含台七以及台七甲線 再來我們看什麼 看看衛星雲圖了 有沒有注意到 封面雲帶的雲層已經開始 我們先來看一下 真實色彩的雲圖 先看到真實色彩的雲圖當中 可以注意到整個雲層的發展 台灣北方的海面上 雲帶發展已經開始逐漸的接近 北部的上空雲層增多 中南部的旅遊都還好天氣 目前在花蓮市以南 也是天氣晴 但要特別注意的是 當這個雲帶 在今天通過的過程當中 陽明山 北橫 都有會飄雨的機會 雨量的部分並不多 因為最主要下午的時候 水氣通過 後來再來封面前半段就走了 封面的後半段 會停留在大陸的華南 形成另外一道封面 我們接著來看到 動態的雲圖了 動態的雲圖上面 就可以注意到整個雲系發展 在今天早上開始逐漸的 接近台灣北方的海面 今天下午 封面前半段就會東移 北部地區會有零星的降雨 今天的雨並不多 中南部仍然是中午溫度高 都已經超過30度以上了 接著就來看到地面天氣圖了 地面圖可以看到 封面前半段要東移 北方高壓 今晚會帶進微弱東北風 封面的後半段 形成另外一道封面 這道封面在明天下午以後 開始接近 接著降雨從週六下午 到週日變得明顯 尤其禮拜天到禮拜一 從北到南都有雷震雨 所以你要返回工作崗位的時候 更要特別注意安全 因為會下雷震雨 接著來看溫度了 先注意到溫度形態 說晚上涼 明天北部高溫略降 因為有東北風的影響 雲層量多 中部地區天氣晴 中午高溫到達30度的高溫 南部地區到了31度 也是多雲濕晴 東半部的天氣狀況都有雨 外島地區要注意 是晚上濃霧的狀況 還是要提醒大家晚上局部霧 行車方面注意安全 你好 歡迎收看 即時新聞現場 我是馮為之 新聞開始持續來關心到 泰魯閣搜救行動 山岳村這邊是救出了 最後8名的遊客 還有8名的員工 不過這過程落實不斷 十分的驚險 現場最新狀況 我們連線給記者王書宏 好的主播 各位觀眾 泰魯閣國家公寓的 搜救行動持續進行當中 在稍早的時候 山岳村度假飯店已經撤離了 最後的16名的員工以及遊客 但是在整個搜救過程 你可以看到 搜救部隊挺進山岳村的時候 不僅是附近塵土飛揚 而且還不時有大塊的落石砸落 因此整個車隊 甚至要好幾次的停在半路上面 等待危機的情況 過去之後才能繼續的挺進 最後是終於成功抵達了山岳村 把裡面的所有的員工以及遊客 全部都救了出來 可以看到有些是外籍的一些遊客 包含是德國或者是以色列 等等的遊客 他們是看起來是受到了驚嚇 但是情緒還是相對穩定 因為終於可以脫困了 在這一整個持續的地震之後 餘震不斷也造成了他們昨晚 是驚魂未定相當的受罪 那所以目前是持續的 已經從山上脫困 那後續還有更多的救援行動 隨時帶你掌握 以上是來自華聯太魯閣 現場情況主播 我們接著來看到 在台北萬華昨天晚間7點多 西原路一段是發生了 一起公車撞騎式的車禍 遊民70歲的黃姓老婦人 她騎機車被公車追撞 倒地之後還差一點 就被公車給輾過 還好公車及時煞車 婦人送醫治療之後 沒有生命危險 不過肇事原因以及責任的歸屬 現在還是由警方來調查釐清 同樣是車禍 在高雄前鎮區有大貨車 疑似是超車失控 先撞翻了小貨車 又撞飛兩部車 最後是衝到路邊 再撞上五輛車 總共波及了八輛車 而另外在鳳山也有離譜駕駛 轉彎的時候 直接撞上了機車騎士 還差點輾過 這讓目擊者傻眼驚呼 實在太誇張 監視器拍下一台大貨車 暴衝狂擠轎車 車子被撞到轉了好幾圈 但大貨車殺不住還繼續衝 撞喷三車 方向盤轉到路邊 即便白車車尾 碰好帶下又撞五車 還撞倒兩根電桿才停下 本件事故共造成四名傷者受傷 大貨車駕駛五酒駕騎士 事發在高雄前鎮大貨車駕駛 自稱超車失控 撞翻小貨車往前夾擊 追撞兩部車 再撞路邊五車 連撞八車現場一片混亂 四人受傷送醫 鳳山也有離譜車禍 他完全沒看到他 他很誇張 前面一台收取車要左轉 卻沒看到停等紅燈的騎士 直直撞上去 吵得是沒馬上煞車 疑似又撵過去 是真的沒看到嗎 他超很誇張 他撞超大力的 畫面曝光網友狂酸 發家罩之前 真的要確認駕駛會開車 台灣駕駛具有攻擊性 問就是A柱 再問就是車輛爆衝 造成機車駕駛輕微差錯傷 雙方均無酒精反應 大貨車失控闖大貨 八台車弄嘎咪咪咪冒冒 保齡求是掃過路邊整排車 開車沒看路 慘狀機車還差點撵過 離譜車禍讓人只搖頭 記者葉正元 郭怡貞 高雄報導 清明連假今天開始了 所以一早桃園機場 就出現了滿滿的人潮 大約早上六點半開始 一二航下就擠滿準備出國的民眾 抽入境的旅客人數 估計是有11.5萬人 不過由於花蓮昨天發生強震 部分民眾擔心 因此航班受到影響 比平常又提早一個小時到機場 趕於在登機時間的前三小時 就已經來到機場準備報到 不過桃園機場公司表示 針對這一次地震受損的天花板 牆面跟灑水頭掉落等狀況 將優先搶修避免影響到旅客的動線 連假第一天不只機場人潮滿滿 昨天因為地震一度中斷交通的台鐵 今天早上是恢復全線通行 還扎開了10個班次 讓台北車站一走就不少民眾 前往搭乘準備返鄉 而至於自行開車的民眾 高工局也點出了多個 擁塑路段與時間 要提醒大家盡量的避開 而至於松山機場的部分 立榮航空則是扎開了一架班機 要協助舒日旅客返鄉 旅客推著行李不斷確認車次資訊 清明廉價第一天正逢清明節 台北車站一早就湧現返鄉人潮 受到3號7.2強震影響 台鐵漏夜搶修 順利恢復了北回東部幹線通車 另外則開宜蘭往花蓮區間 快車10列次 讓民眾可以順利返鄉 昨天就是沒有車可以回去 所以就是延到今天才回去 就是臨時再看有沒有人退票 而在國道許多路段一早就出現車潮 上午7點半國山土城到樹林 以及大溪到龍潭還出現磁暴 時速最低只有8公里 高工局預估清明結交通量 可以達到123百萬車公里 國道庸色路段預估是包含了 國營南向楊梅到頭份 和彰化系統王埔岩系統 國山南向快關網物峰系統 以及國石南向定睛系統到燕潮系統 不過如果是要往返華東地區的民眾 台九線蘇花路廊下清水橋段落中段 蘇澳道重得全線封閉 預計今年底才能夠全數復健完成 這個禮拜六的晚上6點以前 就變成一個臨時的便道可以通行 4月10號大車可以走中橫的部分 為了輸運旅客 民航局也協助調度 利用航空加開上午6點50 從台北往花蓮 以及8點10分從花蓮往台北的搬機 耐心等待 總會補到位 回家的路好難走 唯一的交通路已經斷了 你要我們怎麼回去 七米連假無奈碰上7點2強震 打亂民眾返鄉計劃 出發之前都務必再三確認 最新的交通狀況 昨天早上規模7點2的長正 是把蘇花清水段震出了驚天巨坑 這也讓花蓮瞬間變成孤島 交通步驟估計 最快得等到年底才能通車 因此讓民嘴痛罵 蘇花路段縫縫不補 卻始終不見蘇花高 讓花蓮人又不是沒有走 所以怎麼會淪為二等公民 連一條安全回家的路都沒有呢 地牛大翻山規模7.2強震 竟把蘇花公路清水段直接震斷 受困民眾捕捉到驚險瞬間 剛出隧道就看到前方道路 直接甭裸消失 而從對面看更驚悚 清水段直接變成今天大局坑 完全無法通行 蘇花公路一段讓花蓮再度成為孤島 想要強通恐怕有的等 下清水橋它預估的攻擊到年底 為何蘇花一段花蓮就成為孤島 主要是因為蘇花公路和蘇花改 有許多貢獻段 重疊道路多 不但砸了不少公堂 安全品質還不如國道 蘇花改它怎麼改呢 就是把蘇花公路最危險的地方 把它變成隧道 都花很多錢 你要挖隧道那都是高成本的 幾十公里的蘇花改 其實花了好幾百億 你是解決了部分的問題 它有解決它結構上基本上的問題嗎 其實是沒有 陳惠文也痛罵蘇花公線段 其實就是補補坑坑 難道花蓮整成了二等公民沒有繳稅嗎 跟批賴清德不再當台南市長 就不再抗議地方財化法了嗎 蘇花公路以及蘇花改 這兩條路基本上是很多是重疊的 只能夠縫縫補補 花蓮人又不是沒有交稅 完全是財化法的在作稅 要求修改財化法 讓地方政府的資源能夠多一點 花蓮 台東 屏東是沒有高鐵 沒有高速公路的狀況 其實你高速公路跟高鐵就要一起考量 一次把它挖好 一次到位把環島高速公路 跟環島高速鐵路的路網把它建起來 一場世紀大地震 震出中央對花蓮交通建設的疏忽 不知何時才能給花蓮只能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記者葉偉 臨時光好 台北報導 這次花蓮大地震 台八線中橫公路 是有大量的巨石落下中斷了道路 太魯閣精英酒店 則是有四輛載著50名員工的 掃巴士受困其中 不過在今天早上 是透過了空拍機確認 人員猛搖洪旗安全無虞 目前統計太魯閣山區 還有93人受困 52人失聯 搜救隊是出動了200人 持續搶救當中 花蓮泰魯閣排樓旁驚悚山崩 滾到吐石捲起嚇人的塵灰 當地居民嚇到邊跑邊哭 你看啊 我不要入人 台八線純危重災區 泰魯閣精英酒店 四輛載著50名員工的小巴士 在花蓮到酒店的途中 傳出十連 空拍畫面直擊 剛公明隧道 最後兩台十連小巴跟受惠人員 躲在隧道內搖晃紅旗 向外呼救 有看到人就比較輕鬆一點 安全上還是沒有什麼多大的疑慮 至於泰魯閣國家公園 園區內全面封閉 餘震不斷 落石平平 更有老翁直接跌落山谷 目前在稍早的時候 有一位的傷患78歲的老先生 他因為一次餘震的關係 不小心跌落山谷上的時候 5點多是被救了出來 泰管處下方大坍塌 造成道路中斷 周邊步道直接掏空 完全不能通行 持續搶救 上游93人受困 52人失聯 不過也有遊客幸運逃出 地球下降 然後救救隊員 我們都一起走 花蓮特搜隊目前出動 200人九隻搜救犬 將以特種車輛往前推進 持續進行搶救 昨天早上的大地震就連新竹龍潭 還有竹南等科學園區都達到了最大震度物擊 這就牽動了全球同資源的敏感神經 擔心先進奈米製程跟著受到影響 而對此晶圓代工龍頭台積電 則是在昨天晚上發出了說明 漢表示部分的廠區在第一時間進行了疏散 10個小時之內晶圓廠設備的復原率已經超過了7成 不過台積電的股價還是在昨天收盤的時候 單張下跌了萬元 大批作業人員穿著藍色吳承衣 排排站在馬路邊 還有不少工程師待在人心道 吳承衣都來不及脫 這罕見的一幕發生在3號上午 台積電竹科場 25年來最強地震瑞士規模7.2 新竹 龍潭和竹南等科學園區最大震度5級 台中和台南科學園區的最大震度則為4級 更傳出台積電位在龍潭的先進封裝廠 是租的比較不耐震 就怕精細的奈米製成受到影響 國內目前所有的晶圓代工廠 實際上避震的規格 都可以高達瑞士7級左右 我們認為是影響相對的有限 3號晚間11點多 台積電發布說明表示在地震發生後 10個小時內晶圓廠設備的復原率 已經超過70% 新建的晶圓廠復原率更超過80% 有部分廠區少數設備受損 但主要機台沒影響 另外也啟動預防措施 第一時間進行疏散 受損的廠商應該會是在台積電的 FAP15A以及FAP15B的製程 則是28奈米以及7奈米 中班的應用產品以及晶片 多集中在所謂的車用電子 以及中低階智慧手機 有訪人預估這次地震 影響台積電6小時工作時數 衝擊第二季猜測6千萬美元 3號台積電股票也收在780元 單張下跌1萬元 股民心情也跟著大地震 這程式白王一廷 特別報導 花蓮因為受到規模7.2強震的影響災情慘重 今天早上空勤總隊已經投入救災 進行吊掛任務 清新水泥和人礦區的死者 已經被成功的救起 而另外還有6名的傷患 也在搜救隊的協助下脫困 礦工們回憶當下餘寄猶存 不過在和平礦區 則是還有64名的人員受困 花蓮縣府已經準備好補給物資 421公斤全力救災 搜救直升機在岩石裸露 崩落全土的蘇花岩縣山頭 進行吊掛救援 將新興水泥和人礦區 一名頭部遭落實重砸身亡的 理性礦工 後送遺體到花蓮殯儀館 後勤總隊一早派遣黑鷹直升機 將受傷和平礦區工人 一一吊掛 9點13分降落地面 其中受困獲救的礦工 回憶當時情況 余計有存 礦工驚呼 幸好現場有沙包 讓他們趕緊躲避 6名礦工脫困 其中一名礦工 一波一波走上單架 腳步輕微受傷 交由醫護人員送醫檢查 7.2強震釀花蓮多處災情 目前和平礦工 還有64人受困 花蓮縣府上午 也準備物資睡袋等共421公斤 陸續空投到礦區 搜救人員與時間賽跑 救援受困在礦場的人員 記者劉起焦李廷熙 花蓮採訪報導 接著來關心到 在高雄的人武區 首一棟透天措 昨天深夜陷入了火海 火車還一度延燒到隔壁 這讓附近的住戶全跑出來關心 但卻發現透天措裡的三代同堂 總共7個人都沒有逃出來 警銷抵達之後陸續展開救援 但是屋主的二兒子 卻是在急救之後 宣告死亡 警方逃出的鄰居被突然的爆炸聲響 嚇得往後退 深夜透天措火警 整棟都被大火吞噬 鄰居更擔心裡面的住戶 都沒逃出來 裡面的人還有嗎 裡面有沒有人啊 人都沒有出來 對 人都沒有出來 高雄仁武區這處透天措 在3號晚上11點多 突然從車庫起貨 火車猛烈還一度波及隔壁住宅 你幾樓的來 沒有 沒有 救出第五竿 這個人一直聽吐 可以自己下來 第七個救出 一支魔湖 有點目前我們到現場營 初步的話是一樓 一樓汽車的部分 汽車及機車燃燒 消防隊陸續救出 住宅裡的民眾 火屎在將近50分鐘後撲滅 警消了解 房子裡面住有一姓 76歲屋主跟太太 長男一家四口 跟48歲的二兒子 三代同堂住在同一棟房子裡 但二兒子急救後宣告死亡 四男經醫院急救無效宣告死亡 與六人為吸入性嗆傷 一家七口受困透天措 車庫裡的轎車跟機車全部燒毀 警方初步研派是轎車先起火 排除人為縱火 起火原因還有待調查 記者吼槍的驗證與林智慧 高雄報導 我們還看到台北遊民男子 他是圍庭被圓警給開單 但是他認為可以先勸導 所以招送了女警理論 疑似是伸手碰到了配槍 讓女子氣炸了大聲的賀斥 而另外在高雄則是有民釣客 闖進了港區違規釣魚 看到警方盤查還拒捕爆發拉扯 警方對抗民艙示警 釣客居然直接跳進了高雄港 最後是在海面漂浮了三個小時 體力不支才上岸落網 面對女警質問 男騎士嚇得往後退 女警怒吼 為什麼要碰他的配槍 男騎士因為違規停車被取締 他不服氣 覺得可以先勸導不開單 摸女警的手想要理論 另外被警方包圍的 還有高雄這名釣客 他跳海躲避警方盤查 人抱著泳圈就在海裡載服載城 身邊被四艘警艇包圍 只因為他跟朋友到港區 違規垂吊 不服取締 直接跳海 警方在第六貨櫃中心 發現三名釣客闖入垂吊 但是他們拒捕爆發拉扯 警方先噴辣椒水 後來對空鳴槍 一名增性釣客聽到槍聲 居然直接跳海躲三小時 除其機車衝撞同仁 並造成拉扯扭打衝突 原警方掌帶要踩破水 及正確對空鳴槍刺警 警方說後才知道 跳海的男子因為身上藏有毒品 加上被通緝 另外兩個人也替他掩護 才跟警方拉扯 跳進海中躲三小時 體力不知自己游上岸 狼狽被帶 記者參雙結靈之會 吃飯 歡迎回來 面對天災生死關童 也有令人動容的畫面 台中遊民一艘永霸 是被地震給嚇醒 接著他一把抓起了 睡在一旁的兒女 一家人桑永蹲迪避難 7點58分全台天遙地動 台中太平一名一宵永霸 睡到一半驚醒 也不顧自己還光著屁股 上上腺素激發 馬上左手勾過寶貝兒子 翻到大床上 再右手一把抱起女兒 三人緊揉壓低身子 蹲下掩護 媽媽也來了 一度站不穩 四口抱成一團 家裡愛犬則一臉淡定模樣 走進來湊熱鬧 生死關頭 大人本能保護小孩 新北市中和一間 產後護理之家 照護人員在地震當下 把所有嬰兒車聚集在一起 其中一名護理師 穩住重心 一人hold住兩台嬰兒車 肉身保護小baby 而盧州一間婦產科診所 護理人員也是反應迅速 重到嬰兒車前 一人認領一名娃兒 抱起來避難 花蓮地震首當其衝 在吉安有一棟民宅 強震當下 一對五六歲小兄弟 從廚房衝出 跑到媽媽懷裡 三人緊靠牆邊 看著家裡門窗 被搖到關了又開 開了又關 超恐怖 大樓十四樓地震搖晃 物品全掉落 一對夫妻瞬間 一人抱一個孩子躲墻腳 面對可怕天災 父母的愛更加堅定 臨危不亂 記者綜合報導 來看到地震當天 高雄遊民清潔婦人 是受到了地震的影響 受困在電梯裡面 一個多小時才有鄰居發現 趕快通報 照顧援把人給拉了上來 但是婦人卻瞬間崩潰大哭 她弄罵管理員都不理她 心潔婦人被救出 立刻大聲狂哭 因為受困電梯超過一小時 一被拉上來 立刻崩潰 上午強震後電梯卡死 婦人控訴是管理員 狠心不救她 在電梯裡擔心受怕 哭到騷瞎喊人來救 安全安全喊人 好 是 怎麼會 我再無教化學了 你的關鍵也都煩惱我了 我還7點連起 你都不會把我丟了 我會怕死了 地點在高雄林雅區 婦人受困電梯嚇壞了 同樣驚魂的場面出現在玉山山頂 你看這真的超級感到頭 我真的要嚇死了 這群學生攻頂玉山主峰 卻遇到強震天游地動 嚇到趴地求生 抓著抓著 我真的要嚇死了 這真的超級感到 我真的要嚇死了 玉山頂完全沒有遮掩 就怕地震太搖 不小心失足 學生驚恐大喊 人生差點沒了 地震嚇死人 阿嬤受困電梯 大哭說管理員不理她 攻頂玉山遇到強震 幸好沒人受傷 結束驚魂 記者綜合報導 清明節除了返鄉掃墓拜拜 還有一個習俗 就是要吃潤餅 連假的一天 潤餅店簡直忙翻 在彰化北斗油間 專門賣潤餅皮的名店 已經傳承到了第五代 今天是把全店46個烤爐 通通都拿出來 還動員了二十幾個人 活力全開 大陣上就是要應付 蜂擁而來的排隊人潮 不過其實還是應接不灑 排隊的人籠綿延了大約兩百公尺 清明節吃潤餅超狂排隊人潮 出現在彰化北斗 傳承五代的潤餅平民店 只見排隊人潮穿越整座市場 綿延約兩百公尺 想吃到要等 沒有 6點多 6點多 等到現在 排多久了 3個小時 為了吃到潤餅 民眾也是拚了 一排就是兩三個小時 為了應付排隊人潮 店家火力全開 今天全部都開46 今天年假第一天 會集中在7天 一眼望去 46個爐全都在製作 頗為壯觀 而店家為了維持價格不漲價 今年決定不請員工 全家族總動員快20個家族成員 全都來幫忙 最小的 國小三年級 年紀最大的就媽媽67歲 不想買潤餅皮自己包 沒問題 同樣是潤餅名店 台中這家潤餅大排長龍 排隊等起碼一個小時 店員忙翻 檯面上一整排潤餅 簡直像生產線 不斷出貨 但手腳再俐落 人潮還是一直來 雖然累到手痠 但荷包也賺滿滿 記者陳盛偉 王菊杰 陳車報 彰化 台中報導 我們鏡頭來到雲林 雲林谷坑一帶山路多 平常有不少飆車組 在這裡競速 有駕駛夜間經過的時候 竟然看到了一塊回收紙板 就直挺挺的卡在路燈 跟三角錐之間 他繞到後面一看 發現竟然藏有玄機 後面是一台測速照相機 簡單的放在一張折疊桌上 就讓他懷疑這紙板 難道是要用來 遮這個測速照相器的嗎 讓駕駛汽頭把畫面給PO上網 立刻引發怒獲 駕駛夜間開車 前方一片紙板 後面進藏玄機 繞到後面一看 一張簡易摺疊桌上 竟然擺著測速照相機 用回收紙板擋著 難道是想把測速器藏起來 民眾看法兩極 但離譜的畫面被PO上網 網友也同步炸鍋 紛紛轟 現在國庫是缺錢嗎 賊脫賊腦的搶錢 是我會把紙箱放到另一側 警方於該機台後面放置紙板 是為了避免山區夜間霧氣吹火 而滲入該測速照相機的電板造成損害 警方急於出來解釋 不是要藏測速器 而是因為一台就要價800萬 如果因為濕氣造成損壞 可就傷透腦筋 雲林谷坑這段山路 時常有車輛在這裡飆速近駛 附近民眾早已不勝其勞 山區亂象警方想出力整治 但若方法有疑慮 恐怕用路人不服氣 記得廖文明如